海南島在我們中國的版圖是第二大的島 第一是台灣 第二是海南島 怎麼這麼大的 其實1988年海南島已經成為一個省 但這個省是我們全中國最小的省 這裏呢 這裏你看到很多是乾貨 乾魚 好像我們海尾街一樣 不過全部都放出來買 因為海南島是一個島嶼 周邊有很多海產 有海吃海 也就是把海產拿到這裏去賣 這裏很多遊客都會在這裏買海產 批發在東門是會有很多 我們走下去都會看到很多海產的店 我看到很集中 因為其實要吃好東西 香港就什麼都有 香港人吃東西是最最尖的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海南島食物 我們先吃海鮮好嗎 海鮮 我最喜歡吃的 對嗎 全都適合你 今天這個海鮮是用鹹蛋來煮的 花蟹比較特別的 海邊吃花蟹沒問題 但如果你去到內陸 師傅老闆叫你吃花蟹 記住不要吃 為什麼呢 因為花蟹原則上水 很快就會分植 我們蟹不可以吃不新鮮 即不新鮮 我們試試魚吧 紅柚魚不是島嶼有的 紅柚魚集中主要在南中國海 以及深海魚 這魚最喜歡吃小條的紅三魚 所以味道呢 我都喜歡吃紅三魚 你也喜歡吃嗎 怎麼樣 好滑呀 通常海鮮是廣東菜的 我給一個就是山東菜 這個是不是蒸水蛋 廣東人叫做蒸水蛋 山東人叫做麵肉蛋 其實山東菜的改良品來的 軟的植蛋裡面有些什麼 筆記貝 筆記貝 還以為在吃日本菜 有些貝殼類的食物 如果山東菜 好漂亮呀 這個貝殼芙蓉蛋 它們就不放包汁 可以試試它上面做了包汁片 咦 我以為是普通豉油 你感覺一下 好滑呀 這個蛋可以嗎 咖喱 我第一次見人這樣煮 你吃一下怎樣感覺 好有創意呀 對呀 現在煮東西其實就是 做什麼都是 最重要有創意 最重要有新鮮 客人就會接受 給它出來 難怪那些人 每個人都說跟你去旅行 沒有機會吃宵夜 好一餐 但我們吃好東西 又夠多 也不厭呀 不厭呀 好 你說什麼 但每天這樣跟你吃 都不是辦法 其實我想起 我自己會變成一個大肥婆 我就很害怕 所以看來我也是 要走了 你要走了 我要趕著回去做運動 好呀 喂喂喂喂 拿多一隻才走 拜拜